美國海軍將羅斯福號航空母艦的艦長解籍 而在之前他就艦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發出警暴 代理海軍部長泰瑪斯莫德里 星期四在五角大樓對記者表示 海軍上教克羅澤爾 將會被前任艦長後任海軍少將卡洛斯薩迪諾接提 薩迪諾在這個月被提名為一星海軍少將 相當於其他軍種的準將 莫德里表示 指揮了上下必須要有更為靈活更有韌性的心態 你們是要求指揮官在壓力之下要有判斷力、成熟性 以及鎮定的領導力 懂得他們的行動 在更大的動態戰略背景底下所帶來的後果 莫德里說他對這位艦長失去了信心 據有關官員表示 克羅澤爾上教仍然將會留在海軍裏面 美國進步中心國家安全與國際政策副總裁前五角大樓高官 海利馬格薩曼表示 將克羅澤爾解職的決定令人憤慨 他示意他應該獲得提拔 這星期較早時 這位羅斯福號航空母艦船長寫信給上級 對艦上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表示關注 要求他們採取果斷行動 封信被洩露給媒體 莫德里說 有110多名航空母艦水兵新型冠狀病毒的檢測呈陽性 大約1,000人在關島得到轉移 大約2,700人計劃在今後兩天離開航空母艦 但莫德里星期三強調 海軍不能夠亦都不會讓所有水兵離開艦